这对夫妻突然被告知 自己养了六年的孩子竟然不是自己的 而这一切 全是因为当年护士的嫉妒心 因为自己过得不幸 就故意把穷富两家的孩子交换了 他这一举动 无疑是给两家人都带来了痛苦 在此之前 梁多一家三口一直都很幸福 住在高档的小区 儿子庆多拥有最好的教育环境 也会各种各样的采益 梁多平时工作繁忙 家里的事物都被妻子打理得紧紧有条 但突然有一天 梁多被医院告知 庆多可能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是当年的护士报错了 梁多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做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三人真的没有血缘关系 一气之下 梁多将医院告上了法院 法庭上 当年报错的护士说自己就是故意的 因为自己从小过得贫苦 见不得妇人家的孩子 所以心生改念 将两个孩子交换了 当务之急 梁多只想赶紧找回自己的亲生儿子 在医院的帮助下 双方父母见了面 看到身着寒酸的熊大 梁多心都凉了 自己儿子肯定吃了很多苦 双方拿出孩子的照片让对方看 结果熊大拿来的照片模糊不清 梁多夫妻俩根本就看不清孩子的样子 医院建议双方尽快将孩子交换回来 这样对两个的孩子的成长也有好处 但毕竟是相处了六年的人 怎么可能说换就换吗 于是两家人就商量着 约个时间见一下孩子 先慢慢相处看看 同事得知梁多的事后 给他出了个馊主意 反正你那么有钱 那就把两个孩子都争取过来 梁多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很快就到了两个孩子见面的日子 这才发现熊大家居然有三个孩子 这让梁多更加觉得 就算熊大少一个孩子也不会介意 相对亲多的乖巧懂事而言 亲生儿子刘晴就显得毫无规矩 他喝饮料喜欢把吸管嚼在嘴里 而这些都是跟熊大学的 梁多很无奈 自己的孩子绝对不能待在这样的家庭 不然会有一身的臭毛病 相对梁多的严厉要求 熊大就显得和蔼可亲多了 他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了一片 这让一旁的妻子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离开时妻子还意犹未尽 梁多提醒妻子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 因为他们还有一场战争要打 男孩的入学典礼上 竟然出现了两个父亲 只因为六年前护士的一个故意之举 让两个家庭的孩子交换了人生 梁多想要回自己的亲生儿子 可亲多毕竟跟自己生活了六年 多少有点舍不得 他找到他的律师朋友 问他有没有办法让两个孩子都归自己 朋友说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两家人只好先商量着 每个周末都让孩子到对方家里生活 先提前适应 很快了 庆多就被送到了熊大家 而刘晴也被接走了 从小就生活优越的庆多 来到新家有点格格不入 亲生父亲熊大开的一家杂货店 他总是会客人有说有笑 还会热情地跟庆多打招呼 新妈妈虽然看着很凶 但还是会逗庆多开心 这个家狭小又拥挤 一家人挤在桌子上吃饭 如果不快点吃 饭就要被抢完了 而梁多一家三口正在吃着牛肉 梁多看刘晴拿筷子的方式不对 还很严格地纠正他的错误 就连洗澡也不忘练习 熊大很会修理东西 他帮孩子们修好了遥控汽车 这让庆多很开心 而刘晴在家就很无聊 父亲一直在忙工作 没时间陪他玩 他一直趴在阳台往外望 还不停地问妈妈几点了 时间一到 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家了 但庆多却有点念念不舍的 回到家的庆多拿着坏了的玩具 问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去刘晴家 这让梁多心里很不适滋味 很快 又到了两家人出去玩的日子 熊大一直在陪孩子们玩 梁多只是坐在一旁看着 熊大劝他多陪陪孩子 不要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自己这段日子陪伴梁多的时间 比他过去都还要多了 工作是没他不行 但父亲也是无可取代的工作 两家人玩了一整天 熊大和妻子打去说 孩子太多忙不过来 梁多趁机提出把两个孩子都让给自己 他会给他们补偿的 梁多以为爱钱的熊大会同意 没想到他很生气地拒绝了他 妻子赶紧出来打圆场 父亲得知梁多的事后 严厉要求梁多将亲生儿子换回来 不能让自家的血缘流浪在外 父亲的话 梁多从来都没有权利拒绝 为了不让以后更加痛苦 梁多还是决定早点换回孩子 第二天 梁多将儿子带到了公园玩 他想把相机送给庆多当礼物 但是庆多拒绝了 他只是给父亲拍的一张照片 晚上 夫妻俩一直叮嘱庆多到了新家要听话 对孩子做了最后的告别 即使再不舍 也有分别的一天 养育了六年的儿子却不是自己的 只因为当年护士的嫉妒之心 就让两个家庭一辈子都活在伤痛之中 但为了孩子的成长 双方家长还是决定交换回自己的孩子 交换回孩子的梁多 给刘晴定了很多规矩 不准咬吸管 每天都要被英语单词 还要求他要喊自己爸爸 年幼的刘晴不知道原因 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不是他 他一直问梁多为什么 但梁多却说不出口 调皮的刘晴在镜子上画上图案 宣泄自己的不满 第二天 他又在纸上画满了小人 写了骂梁多的话 他也不会好好练情 面对梁多的严厉 他也选择视而不见 梁多更不会帮他修好小机车 这让他越来越思念以前的家 这天 他再也忍不住了 趁着睡午觉的时间 他一个人偷偷地跑出了家 跟着人群混进了车站 等梁多他们找来的时候 他已经回到了熊大家 庆多一听到父亲的声音 就赶紧躲进了衣柜里 他害怕父亲再把他带回去 他已经喜欢上了现在的家庭 回到家的梁多想了很多 其实现在的他全是受父亲的影响 他从小父母离异 缺失母爱的他也缺少了童年 父亲的严格要求 也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循规蹈矩 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跟自己一样 他开始陪着刘晴玩耍 他们在阳台上模拟钓鱼 在家里搭起了帐篷 他们跟刘晴相处得越来越好 但这也让妻子心生愧疚 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陪过庆多 梁多拿出相机 翻看庆多以前的照片 却看到了他偷拍的自己 有自己工作的背影 翘起的脚丫 还有自己睡着的样子 这才让梁多意识到 自己以前忽视了孩子太多 他们来到熊大家 他想跟庆多道的歉 但是庆多一看到他就逃走了 梁多默默地跟在孩子的身后 他在路的镜头拦住了孩子 孩子已经长到他的腰间了 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了做父亲的意义 虽然相处了六年的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比血缘更重要的是养育的情感 父母很多时候 会把孩子当作自己生命或者梦想的延续 这无形式对孩子的压力 这过多的期望 本就是不应该的 прот mente识 succeed